有许多中华队的选手 代表台湾前往巴黎参赞 感谢各领域 与尖选手们的杰出保持表现 你们都是台湾的骄傲 在此特别恭喜 李洋先生 王麒麟先生 再度融入奥运 以球男子双打金牌 本班机上还会 以长龙航空长期 相伴飞行近十年的 经历战友 也是本届奥运中华队的掌棋关 那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代资云小姐 有许多中华队的选手 赞搖台湾前往巴黎参赞 包括羽球 射击 射箭 体操等效果 我们很荣幸 可以陪伴他们一起回家 感谢各领域 与尖选手们的杰出保持表现 你们都是台湾的骄傲 在此特别恭喜 李洋先生 王麒麟先生 再度荣获奥运 以球男子光打金牌 创下普上 总制金牌208的记录 也恭喜李梦远先生 获得奥运男子 并向飞法设计铜牌 这也是台湾在设计项目上的 总面奖牌 台湾羽球一格 周天成先生也在此班机上 他有不放弃的地力 令人赶紧 本台湾上还会以长龙航空长期 相伴飞行近10年的签计战 也是本届奥运中华队的早期官 那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戴之宇小姐 能陪伴戴小姐 推赦世界各地 全世界奥运战争的象征 戴小姐始终没有放弃自己 现在最大的努力披战到最后一刻 充分表现与孟佳精神的最高点半 身为多年的战友 潮王空真的非常骄傲 谢谢戴小姐一直以来 带给我们的荣誉美好 您永远是我们心目中 无可取代的第一精彩传奇 潮王空永远支持您 最后请代表潮王空 再次感谢各位闺蜜 以及全体中华队的顶尖好手们 你们是一步起的台湾之光 请大家给予所有中华队的英雄们 最热情的掌声 谢谢 各位乘客 各位基础人员大家好 我是赖清德 在这个班机上 有为国争光的巴黎奥运代表团 我要邀请大家 用热烈的掌声 来感谢各位选手 在巴黎挑战自我 展现奋战到底的精神 不仅激励了我们 也团结了台湾 请大家再次用热烈的掌声 感谢教练和后勤人员 因为他们的付出 选手拿出了最精彩的表现 让世界看见台湾 欢迎各位台湾英雄回国 大家都辛苦了 全国人民都以你们为荣 再次感谢你们 欢迎订阅